大家好,我是马兹 带你一起穿梭动画的次元 今天是2022年春季动漫抢先看的最后一旦 那就是不知道动漫却还是听过他的歌的 派对孔明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では行きましょう 本影片由情趣梦天堂冠名播出 诸葛亮,孔明的生命 在蜀国陷入兵荒马乱之际走到了尾声 如果还有来生 只希望能重生到一个和平的世界 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冤枉真的实现了 但此时的他还以为自己来到了死后世界 其实他身处日本涉骨 现在正好是万圣节 没有人觉得他的打扮奇怪 以为他是在cosplay 然后他就被人热情的带到酒吧狂欢 在这里他遇到了命运之人 越见英子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孔明 加上被人灌了烈酒 昏厚厚的情况就找到了英子 对他的歌声铃鱼认可 孔明怪异的举动也成功吸引了英子的注意力 隔天孔明宿醉露宿街头 还是英子于心不忍把他带回家的 英子你怎么可以将一位打扮怪异的陌生男子带回家呢 醒来的孔明才发现自己回春了 样貌竟然回到年轻的时候 脉搏也还在 也就是说这不是死后的世界 周围的一切都对孔明来说很新鲜 还拜托英子教他智慧手机的使用方法 但这可苦的英子啊 孔明不懂的世界是太多啦 诶 等等 不是应该从日文交起吗 然而中国人的孔明居然已经懂得日文啦 制作者这个操作方便啊 一切就这么顺理成章 就在他还兴奋地探索着新世界的一切时 从Google还是看到了蜀国的灭亡啦 虽然是预料中的事 但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 负免还是让人有些悲伤和惆怅 察觉到的英子 默默抱紧了其他唱起的歌 英子的歌声治愈了孔明 也鼓舞着他向前 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眼前的一切 他还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世界的事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筹备经费 于是英子就带着他去应聘他打工的酒吧 老板小林是一位三国自宅 看他自称是孔明就开始考验他 只问为什么要派马术去守接庭 孔明给出了完美的回答 让小林很是赏识 就这样录取了孔明 孔明就开始在酒吧做着酒保的工作 凭着他的智慧材质 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英子平时在店里打闸兼任助唱 不过小林认为英子不应该待在这里 加入大型事务所成长空间会更大 其实英子也不是一开始就走上这条路 一切的起点是高中时的一场意外 当时的他承受了很多事情 再也承受不住跑到火车站准备自杀的时候 被小林发现自止并带回了酒吧 在那里他看到了美国歌手 玛丽亚迪赛尔的演出 看到了这个演出 他不仅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他毅然决然走上了音乐这条路 丁丽是要成为能打动人心的歌手 可惜甄选接连失败 让他怀疑自己没有才能 已经打算放弃了 但孔明已经决定要当他的军师 他就是被英子的歌声拯救了 这种心灵的感动 他想让更多人听到 只要英子一声下令 他会倾尽全力为他出谋划策 孔明的真诚打动了英子 让他决定坚持下去 于是孔明也开始行动了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他托小林拿到了附近音乐会的票 和英子一起前去侦查 音乐会有英子一直很崇拜的歌手米亚 米亚一出场全场都嗨起来 不过孔明敏锐地发现 米亚唱的歌节奏比前面的人还慢 这不寻常啊 歌是主办方定的 这次活动米亚也没有很想来 是被经纪人求着出席采来的 现在还给他搞事情 米亚心里虽不爽 也很机智地化解了问题 还将现场的气氛 推向另一个高峰 孔明对此很欣赏 可是米亚的歌声打动不了他 他认为还不如英子 但还是带英子找到了对方 英子兴奋地和对方分享自己也是歌手 米亚在看到英子的社群平台 追踪者数量后 露出了耐人寻味的表情 和他的经纪人讨论过后 竟然直接邀请英子到他之后会出席的活动表演 然而等拿到时间表才发现 这都是陷阱 活动现场有三个舞池 米亚和英子被安排同一时间 在不同舞台出场 这显然是米亚在拿英子垫背 来显得自己人气高 可是英子还是乐观地认为 这是个好机会 在获得孔明的认可后 他也拜托孔明帮忙 让到时的现场作物虚席 接到命令的孔明兴奋不已 也提前看着好演出地点 在表演当天 观众理所当然都在米亚的舞池 英子这里没几个人 还是孔明在那边派酒才有人过来 来的人本来打算拿了酒就回去 却发现怎么走都找不到出口 渐渐的 英子的舞池聚集了越来越多人 原来孔明使出了那一招 士兵发震 首先在舞池内释放大量烟雾 让观众行动路线上的灯不停闪烁 影响判断能力 再来让着装相似的两个男人 按固定时间前往入口 厕所和员工出入口 扰乱观众 另外还设置了两个吧台 以及按正三角形摆放的圣诞树 正好这个舞池是舞台在正中心的 锅炉防护照 360度无死角 在哪里都可以观看演出 这样一来观众只能绕舞池一圈 最后抵达厕所走不出去 小林完全没想到这招真的能行 当然孔明只是制造了阻碍 真正让观众留下来的 还是英子的歌声的力量 这次的舞台也让英子成功涨粉到一千多 对此英子就已经开心地飞起 但孔明是不会让他那么容易满足的 接下来他们要进军带弹幕艺术音乐节 之前表演的影片孔明拍了下来 交给英子的粉丝进行剪辑 发给了音乐节主办方成功获得了参加资格 音乐节当天人潮汹涌 英子本来斗志昂扬 但找到他们表演的舞台后 就变得有些失落 毕竟名气还不够 被安排到角落一个简陋的舞台 还和人气独立乐团 JETTOJETTO同时演出 演出前对方主张还特地来打招呼 不过显然就只是做一座场面功夫而已 但他们也没有时间和他喊炫 英子表演的舞台设备出问题了 紧急处理中无法准时登台 本来就少有的观众也走了 英子难免有些担心 但孔明还是给出他信心 JETTOJETTO舞台的后排观众 只是跟风排队而已 只要他们设备修好 那些观众就会过来 英子被鼓舞连忙抓紧练习 此时的孔明看到了他的君主 孔明知道那时君主在指示他 和英子一起 完成他们没能实现的天下太平树月 还有未能揭晓的世界真理 孔明都要在今生实现 现在的他就要使出兵法36级中的 无中生有 果然和设想了一样 英子一开始唱 观众就开始被吸引过来 JETTOJETTO的观众起哄 让他们表演Midday 那是他们的代表曲 但是是一首高强度的歌 他们隔天还有演唱会 主唱的嗓子脆弱 为了演唱会做准备 不打算两天都唱这首歌 这些孔明都已经提前调查过 并且预料到很多观众只知道那首歌 JETTOJETTO不唱 他们自然被吸引到 节奏更轻快的英子这里 这次的计划大成功 为了庆祝 孔明还给观众送酒干杯 也算是弥补当初 没有和上战场副食的士兵 喝到诀别酒的遗憾 经过这次 英子变得更有自信 那也是孔明的目的 可是JETTOJETTO就不爽了 觉得他们手段卑鄙 然而孔明不以为然 还淡定地拿出一瓶饮料请他们喝 喝过以后嗓子立刻变得清爽 孔明也不尝试把师傅分享出去 还展现了对JETTOJETTO的喜爱 跟他们要了签名 得到帮助和崇拜的三人 也没有继续追究 轻而易举的话题为友 但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下一个考验又来了 音乐界的抬头 静腾刚事 也是音乐界的主办人找到了他们 原来英子刚刚的舞台已经在网上传开 他们都认为在那么偏僻的位置 还能有那么多的观众是奇迹啊 静腾很欣赏英子 想邀请他再次出演自己举办的音乐会 还会为他准备特别舞台 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 静腾就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普刚的音乐节 大概会有一万的观众 一个是年流量30万的大型夏季音乐节 Sama Sonia Sama Sonia的规模是全国最大级的 跟一流歌手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 那根本是跟祝梦一样啊 在这种大型音乐节演出也是音质的梦想 就在他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对方却提醒他 想要参加Sama Sonia必须参加 10万站获得演出权的企划 这是他们为看好的歌手准备的企划 在期限内获得10万站就能参加 小林知道这个企划 这简直就是一把双刃剑 有乐团因为不达标解散 又为了搏战出卖色相 被喷到销声匿迹的偶像 简单来说 一旦失败就会失去一切 风险极大 现在的音子的社交媒体最多就1400站 离10万还远着呢 可是孔明再次给他打了强行针 只要音子想要 孔明都会全力支持 最后音子毅然居然选择了Sama Sonia 孔明也已经有了对策 以现况来说 音子想要获得10万站很难 于是他决定招募说唱歌手 这一决定让小林和音子都震惊了 之后也看不出他有在行动 小林和音子都为10万站而发愁 孔明却还悠哉悠哉地到处交朋友 音子对此也有些担忧 终于还是忍不住找到孔明 想要询问他对策 不过见到人音子就问不出口了 反而被孔明带到俱乐部去玩 让人意外的是 孔明在这里已经结识了不少朋友 甚至在DJ出场后 抛下音子自己一个人去嗨 但其实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音子才知道 这段时间孔明一直在搭线寻找情报 帮他找到能够为他争取10万站的说唱歌手 看到孔明那么努力帮他 音子也第一次打开心房 告诉孔明自己的梦想是 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子舞曲音乐节 要参加这个音乐节就代表要成为世界级的歌手 音子从小就跟着爸爸一起唱歌 但某一天爸爸消失了 他还是坚持继续唱歌 仿佛这样就能维持和爸爸的联系 可是妈妈却站出来反对打击了他的信心 是玛丽亚的歌声让他坚定地走下去 靠着音乐活下去 所以他想参加Voyce La Lando 在那里实现梦想 成为能打动人心的歌手 而在孔明努力寻找说唱歌手的时候 音子也没闲着 他写了一首歌 希望能帮助收获10万站 音乐活动